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吉他 創作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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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好 老师好 我是夏布 知道机一 成城人 我叫宋秦 这位是我的父亲 那您父的什么工序 我一般都在家里吃布 你讲多熟练 我外这人叫鸡鸣布 我们的下布 它都比较怕干燥 要保持那个湿度的话 早晨还没天亮的时候 就是正好是20到28度之间 正好是适合支布 鸡打鸣的时候 你们开始起来支布了 对 这个铸麻其实是国宝 是的 就是它呢 不但是栽质的历史长 而且呢产量特别大 所以中国生产的这个铸麻 占全世界的90% 就是全身是宝 其实早在天宫开悟里 宋一新就已经很详细地描写了 铸麻的这个采摘啊 以及它的加工利用 比如说讲到了 怎么把这个铸麻 就变成线啊变成布料 所以你想从一颗麻到一匹布 应该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对 我们不妨通过一个这个记忆小片 一起来看一下 了解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杰领 队 ừng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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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物字天生 公开于人 下部传承人们以意为气 以将为道 守正创新 妙手生花 我们相信下部终究能支救万千锦绣 也能支救国朝新风 千年下部 婆说手艺 经纬丝丝不错 记住生生不息 下部会担心 一针一线支救了 传世经验